这是我们说一下相对变动的功能 首先我们做一下 做一个灯光效果出来 我们选三个灯 然后把它打亮 把第七个灯移前一点 如果这时候我想 在这种状态下 把这三台灯再不影响他们之间布局的情况下 在整体向前移动的话 那我必须首先要开通那个相对移动的功能 那么我们首先把需要的需要控制这三台灯转起来 然后再按一下相对变动的按键 它只是只是灯亮 那现在我们再调整一下歪轴 那么它这三台灯的相对距离是保持不变的 就不会分在一起 如果我们取消相对变动 然后再调节的话 调节的话 它就可以马上把三个灯都打到同一个SY的数值上